健身女神章生活正能量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你为什么要铸造一堵墙 或者几堵墙 没有了 说的比较抽象 其实就是说一下 你心中的一些烦恼和 怎么说呢 担心或者说是一些 忧愁焦虑的一些事情 总之我知道 我之前应该说过类似的话题 但是今天 或者说这几天吧 我有了一番领悟 所以想跟大家也 也怎么说聊一下 我对这方面的一种想法 和我是怎么排解 我也不能说排解 或者我是怎么对这事情 怎么想的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中 可能都会有 在面临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你比如说 我没什么事 没什么担忧的事 什么都挺好的 但是可能面对不同的情形 或者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别人说了什么样的话 可能会对你有些影响 对你造成一些就是会勾起一些负面情绪 或者会让你有一些伤心难受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也是因为我最近听了这本书 然后就是里面说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有道理 他说主要意思就是讲的说 其实当你心中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出来的时候 说你生气 或你着急 或你大声嚷嚷 对吧 或者是就是你跟别人吵得面红耳赤的怎么样 其实是怎么样的 其实是这种情形 它触动了你 或者说勾起了你 或者触犯了你心中的那堵墙 那堵墙呢 就是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是跟别人说点什么事 然后就突然觉得 别人觉得说的不对 或者别人说你 你怎么怎么着 对吧 对你可能有一些批评 或者一些 其实到最心底里 可能你能承认 最最心底里 你要门心自问的话 你可能能承认 这确实说的是对的 但是在表面上 或者说当时那个情景 你就可能会马上反驳 马上去被自己辩护 对吧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情况 你说 哎呀你不也是特别爱旺事吗 怎么怎么样 或者怎么样 你马上就 哎我怎么 你上台就是 马上就特别的 怎么说呢 就是好像去被自己辩解 其实这就是 正戳中了下怀 正戳中了你心中的那些 叫什么 小小的不安 insecurity 对吧 经常会有这样 或者别人说你点什么 你马上就反驳 说根本你说的胡说不大 你就是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你之前那些事没发生过 其实你到你最心里里 你是成人 但当时你的这个ego就出来了 你的这个自我 对吧 就出来了 就是非常想为自己辩解 其实就是因为戳中了要害 所以很多人都说 比如说你只要一认真起来 其实就意味着什么 你就是承认了这件事情 很多人一说着说 就急了就吵啊怎么样 去反驳自己 其实就是被说中了 其实这样 其实真的 我有时候我跟我老公 吵架的时候也是 我说他 或者他说我的时候 只有他当真的说中了 我认为他其实 其实是 他说的是对的时候 我才会跟他 就是真的急起来 吵起来 对吧 如果就好像你说一个人 你说你怎么傻啊 你可能不会呢 如果你真的是 就举个不好听的例子 真的是某人是天生智力 有一些障碍 或者有一些 怎么样残疾的话 然后被别人一说 你马上就戳中了 你心中的小小不安 你就会马上的反驳 对不对 当然你看完笑的时候 你觉得根本就不是这样 你并不承认的时候 别人随口说一句 你也就嘻哈一笑 就过去了 所以在各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就想想生活中 各种情形 遇到的事情 包括可能跟别人没有关系 就是你自己的时候 就好像比我现在最近 在练那个倒立嘛 跟大家说 就像这种无强自由的倒立 我心中可能就在过去 或者是我自己的想象啊 可能就想 哎呀我要是遮过去怎么办 我要是这个 这个手没撑住 我身体就翻过去 我就直接 啪啪一下 后脑勺躺地上 怎么办 对吧 这都是我一些 疯狂的想象 就是非常疯狂的想象 其实这种事情 从来没发生过 但是都是在我脑子里 其实我的脑子里 或者说我的心里 也是铸造了一堵墙 一堵害怕的墙 就害怕自己会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你担心自己会怎么样 然后每个人心里都有 都有一堵墙 那堵底线 当你经为过去的事情 或者你脑子中自我想象 勾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铸造这堵墙 这座墙 你开始添砖加法 把你自己保护起来 对吧 有人造了好多墙 把自己封起来 在墙里面 这个时候你就受到保护了 你就觉得哎呀 这些我安全了 别人不会有外人攻击我了 自己竖起了这堵墙 当别人戳你的墙 砸你的墙 或者说别人 说什么事情 说中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开始担心 开始恐慌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 真的不止一堵墙 我可能在面对 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会有N多种墙 会竖起来 然后保护自己 其实说白了 这就是一种 怎么说呢 消极情绪的来源 或者说一种不安 忧虑 担心 尤其是害怕 对吧 所有的一些 negative 消极的情绪 都可以归结成一种 害怕 一种fear 以前说过fear 就是 false evidence appearing real 就是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只是在你脑子里想象的 当别人一戳中的时候 然后那本书的作者 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他说 如果某一天你父母跟你说 其实你是捡来的 其实你是被这个adoption 对吧 你是这个 这个别人家送来的孩子 那个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羊 就是寄养在你家的 或者从这个孤儿院领来的 对吧 我小时候 我爸妈老师 你就是垃圾箱里捡来的 如果是知道 那不是你真实的父母 怎么办 可能会觉得 一下子 哎呦妈 天要塌下来了 踏下来了这么多年的一些经历事实 和他们所告诉你的事情 和别人的 比如说可能会 这个 这个不是指手画脚了 可能就是你在 你的一些猜疑也好 或者说你的一些肯定 一撒就被颠覆了 你就觉得这世界就疯狂了 你就不敢想象 他们怎么能欺骗你这么多年 可能你会 会对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养父母 对吧 可能 这个你就会 破口大骂 或者说不理他们 或者是 特别觉得他们特别狠心 不跟你说实话等等等等 你可能会有 前一秒钟 你可能还跟别人开心 但这一句话 或者说别人说了那么一件事情 你的大脑就开始不断的 自己开始想象了 自己开始翻云覆雨 在心中涌起无数的这种感情 对不对 可能都是 大部分可能会是一些消极的感情 他说 如果是一个非常已经开化的人 已经 一切都看透 想得开的人 不 其实想得开用这词 好像很简单 其实就是说 已经他到达了一定的这个level 对吧 他会怎么想 他会觉得 哇 就是这两个人 他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亲生女儿一样 去对待我 我完全没有看出来 我是他们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这个养的这个孩子 是吧 并不是亲生的这孩子 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人能对对我 像对他们亲生孩子一样的那么好 真是非常的伟大呀 母爱是什么伟大 父爱是什么伟大 如果你可能真超脱了 你可能就达到这个境界 虽然别人告诉你 你不是亲生的 那你可能就是 还是很超脱的去理解 其实这就是 说明你的心中 怎么说呢 没有这堵墙 对吧 没有 当然这个例子还是比较极端 但想解释的意思就是说 你心中没有这种不安 没有这种 就是什么 不安全感 或者说是说 觉得一下子就别人去 在欺骗你 就没有看到别人的这个好 可能一下就想了 被欺骗 然后这么多年 然后就一直 就活在一种 好像谎言中等等 因为你存在这里 可能就是显示了 你自己的一种不安全感 可能还是一种缺乏爱的表现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一种 一种体现吧 虽然他举例子很极端 但是我还是觉得 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对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一句话 不同一个情形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当一个人反映出来一种 消极的状态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戳中了下怀 戳中了他心里的那根弦 那根特别不安 然后特别怕受伤害 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 那堵墙就戳中了 是吧 就是就好像就说 就说你的这个 就跟他举例子 就说你好像跟皮肤一样 但皮肤其实是保护 外面也是 也是要去接受一些 传感器对吧 接受你的感官 接受你的感受 当如果你皮肤 不接受任何外来的感受的时候 那你就是一个死人一样 但你接受过多 比如说你的皮都已经没了 或者你的皮烫伤了 轻轻的一碰 就特别特别疼 这也是一样的 当你受过这伤害之后 你的这个皮肤 你的外在 就好像伤痕累累 被别人戳一下 就特别疼 有特别大爱 有特别这种 这种爱心 或者知道爱自己 爱别人 并不把自己孤立起来 这种人 对吧 就好像像meditation一样说的 你就是 大家都是有这个分子 原子 电子 什么什么构成的 对吧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最中间的这个 这个中子也好 质子也好 外边围绕的电子 然后旋转 99.9% 其实都是一种能量 一种气 然后大多数的空间 整个这个空间 你要看着一个分子的话 其实就是 它真正实在实体的东西 这个physical的东西 其实非常小的 大部分都是一种气团 以不断的去围绕这个电子 不断的围绕这个质子去旋转 所以大部分的空间 其实都是空气 都不能说空气 都是相对于空的 是intangible的 不是实实在在 这么一个东西 只有很小 0.01%的 是可能是 它自己的体积 所以你其实就是 由这千万个细胞 这些分子 这些原子 构成的 所以大部分的你 对于这个你 整个来说 其实你就是一团气 或者说你就是这个energy 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一种energy 对吧 都是一种气 所以并没有一种 说其实就是 这又开始要说声了 一讲我也能讲 三天三夜 又关于这个哲学方面的东西 其实又说到 其实你并没有 跟世界有一个分离 很多人都说 我生 从这个世界上生出来 对吧 其实你并不生出来 你只是 你生到 你并不是从这个 生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你是从这个世界 里很多的东西的 元素的一个集合 对吧 是从这个里面 是出来的 并不是你空降到这个世界上 跟这个世界是脱离的 所有大家人 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跟大自然 跟动物 跟昆虫 跟鱼类 跟这些山水 虫花 然后跟其他的人等等 其实都是结合在一体的 其实这也是 很多这种哲学的理念 包括这个 Alan Watts 最近在读他的一些东西 也是讲关于 怎么就不迷失 像是什么 就是这种Ego 能怎么去 identify这些Ego 认识到你这个自我 认识你跟这大自然 是同归一体的 并没有 说独立的你 对吧 我是谁 我是怎么怎么样 这是我的东西 都好像你去跟这个世界 分隔开 这就是很多痛苦的来源 就是你并没有认识到 这个世界 就是世界大同 或者说你 其实就跟这个 这个桌子 没什么两样 你就跟那个动物 其实没什么两样 大家都是从这个世界中 生出来的一种 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已 对吧 所以很多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你的脑子里 世界也都是在你的脑子里 转变 就是在这一瞬间的 所以这又是疗场了 反正 总之我觉得这种对待 这个叫什么 对待你这些消极情绪 不管你是担心 也好 忧愁一下 别人说的话 伤你了也好 对吧 遇到了某种情况 让你觉得不舒服 或者说是 其实或者说 其实很多人都说 世界上第一大的这个 fear 或者第一大的害怕是什么 就是public speaking 就是在众人面前说话 如果你不敢当场发言 当场说话的话 可能也是戳中 你的心中的一些东西 我是不是害怕 别人看见 笑我呀 我要说错了 怎么办 别人是不是又笑 我觉得我特别傻呀 多露怯呀等等 其实你就是 还是在非常在乎 别人你怎么想你 对吧 你心中还是有那堵墙 那堵 怎么说 让你担心 害怕那堵墙 其实就是戳中了 然后 其实要想 你这么要想过来 知道了你有 心中有很多这种 这堵 这些墙是在 怎么说呢 好像是在保护你 不受外界的攻击 对吧 其实是把你自己围起来 变得特别 怎么说呢 你会越陷越深 陷到这里面 就不能自拔 就不能跳出来 当你的墙都没有了 所有的墙都没有了 这时候你会跟外界 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和交流 你心也会非常大 这些消极情绪 也都会没有 其实有时候你想想 当你遇到一件什么事情 让你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说是让你难过 伤心等等 其实你就想 自己不要再建立这堵墙了 不要再往这个墙上 天转家吧了 咱们慢慢把这个墙都推倒 当你心中 没有一切任何的墙的时候 你就是这种 无限的大爱 对吧 就internal love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时候你可以接受到 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 好的这些东西 可能人呀 事也就觉得 哎 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怎么一下子 就变得那么开心 好事全都来到自己身上 大家都在帮助我 都对我这么好 其实就是因为 你自己的内心变化了 并没有 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化 人家之前也说过 说这书里说 所有这些不好的消极情绪 都是 其实所有的事情 他说的是用那种 quantum physics 对吧 quantum 量子物理学来讲 就是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 有一定的波动和频率 包括你自己 你心中的一些能量 其实它是有 自己固定的频率的 当你特别逗张扬的时候 你频率特别高 特别有激情 然后一切什么都不怕 然后心情特别好 或者是你跟你男朋友 女朋友 或者你刚是被求婚 对吧 或者你刚去 我不知道 跳完蹦极 玩完过山车 让你就是心情特别舒畅 舒畅 这个爽朗的时候 情绪都被激动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都不怕 世界真好真美好 就跟中了500万似的 然后那个时候 你的这个内心的 内在的 一些物理的波动 或者说频率 其实是最高频率的 当你心情低落 然后刚分手 或者是特别特别 怎么说呢 抑郁也好 焦虑也好 你就抬不起精神来 也不愿意出去 你浑水都懒洋洋 都懒散在那 也不愿意动 床也不愿意下 什么也不愿意干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频率 是最低的频率 这个时候你的心 是完全是封闭的 并没有打开 你的心一关闭上 你什么事情都接受不了 别人说句话 你也听不见 别人敢打电话 你也不愿意接 什么事情 你也不愿意参与 其实你就是 把自己的心 封闭起来了 这时候你的 这种energy 它的你的气 它的这个频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也是最低的一种频率 所以这时候 你觉得干什么 都没精神 对吧 当你频率 特别高的时候 你是这种 浑身这个热血沸腾啊 觉得什么事 都压不垮你 你什么事情 都可以做到 所以 其实这也就是 说回来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首先脑子里 有这种意识 非常重要 我没有没有说 我是多大的 这个哲学的哲人 但是从 听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会给自己 很多的一些启发 然后会对自己的行为 和自己平时的一些 一些消极的一些思维啊 或者感受啊 或者 你就可以有更 进一步的分析 对吧 你就可以跳出来一些 哎 我现在在生气 我现在在跟别人嚷 我现在在跟别人吵架 我现在在难受伤心 或者说是心里不安 担心一些事情 这是为什么 你可以跳出来 看到 看到自己 哎 远远的看自己 哦 现在我在干这件事情 我现在有这样一种想法 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你可以用第三人的角度 第三人 第三人称的角度 来分析你自己 当你脱离的时候 那一刹那 其实你就已经没有了 那样的概念 你就 已经就是脱离了 那样的消极情绪了 因为如果 当你在思考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再 想你在思考这件事情 对吧 这两件事情不能兼容的 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 心理学家在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要第三人称的 跳出来 把你的焦虑 起个名字 他长什么样 喜欢穿什么衣服 是吧 什么样的性格 把他脱离 脱离开来 这个就不是你了 所以你 你并不是代表你的焦虑 你并不是觉得 哎呀 你就陷进去拔不出来 我怎么就是这么难受 其实你跳出来 安安静静的想一下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身体是难受 痛苦 还什么样的感受 他在哪个部位是不舒服 对吧 这个时候 你想出来 一下就有这个意识了 你心情会很好很多 再想想这个 万千世界 你在这个地球上 飞速的旋转的这里面 然后有亿万的这种 像太阳系一样的 这些星球 或者是行星 恒星 包括这个像银河系一样的 不同的星团星系 你是多么的渺小 你是多么的这种 可以说一文不值 而且所有这种 大家在整个地球上 都是一样的 真是没有高 高低贵贱之分 大家都是同样的 有命运 同样一种 遵循同样的规律 对不对 所以想想那个时候 你觉得你的困难 并不是困难 你的 是个人都有伤心烦恼的时候 就算再有钱 再高高在上 再这种 好像无忧无虑的 包括我 包括 谁都有烦恼 人只是烦恼东西 不一样 最关键的还是 看你怎么排解 你烦恼来了 是一直抓着它不放 还是烦恼来了 我就怎么能 给它排解出来 把这个烦恼 这个球踢走 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不在 我生活的范围之内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只接受到 烦恼这个球 接受的那几秒钟 或者是说是 几小时就没了 有些人就抱着 死抱着这个球不放 就一直 难受也好 伤心痛苦 很长一段时间 想想广大的这个 宽阔的星球 晚上多看看星星 然后想想这个宇宙 什么问题 当然都不成问题了 而且你想想 每个人 其实都是一样的 像我刚才说的 都是一种一团气 99%其实都是气 然后这个气的话 那就是一种流动性的 对吧 然后我之前看的 说是 说是这种 Quantum Physics 如果你能预测 每一个 Energy 然后或者说 每一个的 这个分子原子等 它的一个轨道 运行轨道 你真的就能预测未来 看到你 以后是一个什么样子 或看到一个事情的发展 将是什么样子 大家应该都看过 这个Secrets 这本书 对不对 或者说有那个视频 如果你还没看过 应该去 可以去看一下 有一个 网上有一个介绍的 一个视频 还是电影 忘了 应该在Netflix 里面有 The Secrets 就应该叫秘密 它也是有一本书 然后拍成了一个 一个视频 或者说电影 说的就是一样的事情 就是你的思维 就是可以控制 这个世界 可以控制这个事物 包括就是这个事情 你想要一样东西 真的想到一定程度 你就会到最后 就会manifest 你就会得到这些 这样东西 或者说 达成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浑身 每个细胞都在想 对吧 现在你就用你的大脑 就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是Energy 你的大脑 和你想象的一些 神经元发出的 很多的一些东西 一些微波也好 一些意识也好 这些东西 也都是Energy 这些是可以改变的 所有东西 既然都是Energy的话 都是流动的 所以整个大世界 大千世界 都是混为一体 别人能做到 别人有这个Energy 你也可以从中吸取 你也可以做到 因为这个Energy 能量 是吧 都是流动的 所以 我知道 我又抽空的话 来回转 但是 还是不知道 我说了这么半天 你是不是能 从中略懂一二 或者能大概 怎么说呢 从了解到一些 我想表达一些意思 和其中一些 小小的感受吧 也许能 哪句话 就能激活你了 让你浑身 就这个 怎么说呢 对人生 可能一种新的认识 或至少对你周围 要发生的事情 对自我 包括对你这个意识 潜意识 对吧 这个subconscious 和一些 你跳出来 能看到自己 和你自己 一个conscious 相对于 你就是有意识 跟很多其他 浑浑 浑浑浑浑浑的 这么去生活 然后没有任何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 应该去做什么的人 可能比他们 您就已经强很多了 因为你已经有了 自我意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也是 其实 也是上次 有一个同学 叫白光 他说 他说能说说 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吗 其实也是看了他 说的这个 给我留的言 在视频下面 所以我就想说 真的是人 人人都有烦恼 您没有这种低级烦恼 您可能有高级的烦恼 有钱人 有有钱人的烦恼 关键还是看 你怎么处理这个烦恼 你是把这堵墙 筑起来 还是把这个墙 慢慢的推倒 首先你要意识到 自己有这堵墙 自己可能 你在保护你自己 这堵墙并不是说 是为了害你自己 你建立这堵墙 也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对吧 不受伤害 但其实 那个墙正是 对你的一个 无名的一个伤害 你就是慢慢的 在里面 去受伤 所以这也是 回答了他的问题吧 不能说具体的烦恼 其实还是为了排解 我觉得烦恼 这东西都是 都是比较非常非常主观的 非常主观的 你就是看事物的不同面 你这是half empty 还是half full 你这杯水 是半杯水满 还是半杯水空 就是看你对不对 好吧 所以这回也算是 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 叫ZW人问我 他说这个 关于被动收入 我最近可能 也在说吧 关于股票的事情 然后他说 让我聊一聊 张女神老公 目前做的事情 很感兴趣 可能之前也 我也没说的太清楚 其实我们俩是在 一同做点事情 不光是 我在做的十周变身计划 做这个健身这个项目 对吧 其实是我们俩一起 所以让别人也说 哇 这个两人结婚 老公老婆 然后天天住在一起 环游世界 然后还 两人一起成立了公司 然后都在这公司工作 然后做一样的东西 真是很少见 没见过 其实我在这个巴厘岛这边 也遇到了几对几对 好多这种像我们一样 来 怎么说 就是旅游 这种lifestyle 对吧 就是环游世界 到各个地方 能待一段时间 没有固定的住所 然后把之前的户口 什么都给注销 其实挺多的 也有很多就是一对一对的 也都是同样在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俩现在就做的同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十周变身计划 又要说到这了 又要得 还是要再插播一个广告 就是在做我的十周变身计划 他主要负责这个IT这方面 对吧 我主要负责这个内容 包括这个营销啊 还有这个售后啊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俩还算分工明确 比较互补 就是他行的地方 我不行 我行的地方 他不行 就是这样 所以还是做这个十周变身计划 所以说到这儿的 要说如果你是想改变身材的话 对虽然我说了很多 关于被动收入啊 个人提升读书等等股票 当然我的老板朋友还是健身 对吧 如果你是真心下定决心 想改变身材 觉得对自己身材不满意 不管是男是女 减脂增肌还是塑形 都可以来找我 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个 朋友圈里也有 我有很多这个 叫什么前后对比图 或者说同学的一些 会员的一些反馈 都可以看一下 我也经常会放一些嘛 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的告诉我 是怎么收拉 然后就非常 你们说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每天就是当有人给我发的时候 说告诉我他的反馈 说真是感谢我这个项目 然后真是让他改变了他这个 不光是身材 也包括他的人生和习惯等等 我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也希望能帮助这个手机前 电脑前的你 对吧 可以先看一下这些对比图 或者看一下我的网站 谷歌百度一下都可以 十周变身计划 就是access10zhou.com 然后看一下里面东西 适不适合你 如果觉得 觉得可以 是缺乏这个科学的一些计划 对吧 希望有人带着恋 然后教你吃 然后帮你培养习惯的话 那您就来找我 可以 有一些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 著名十周变身计划 因为现在加的人特别多 一定要著名十周变身计划 然后我的微信 然后就会亲自回答你呢 是吧 好 广告插播到这 然后就是如果你还有什么 跟我想说的话 或者你今天听了以后 有什么样的感想的话 那就在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告诉我 或者你想听什么话题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跟我留言 我都会看到的 然后就别忘了 like我的视频 如果你学到这些东西 然后继续关注我 那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